11月19日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與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 通商交涉本部長呂漢九 在韓國首以舉行美韓自由貿易協定 FTA的第六次聯合委員會會議 雙方同意建立新的對話渠道 以有效解決供應鏈挑戰 新興技術等領域出現的貿易新挑戰 雙方在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表示 雙方還討論了制定可持續 有彈性、包容和有競爭力的貿易政策的必要性 以實現廣泛的繁榮 雙方決定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十週年之際 為進一步發展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 尋求互惠方案 戴琪表示 韓國是美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 也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之一 美韓自由貿易協定 實際上仍然是這種親密關係的反映 亦是雙方建立更密切更合作關係的基礎 大旗是拜登政府上台後 首次訪問韓國的美國貿易高層官員 這也是自從2011年 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簽署以來 美國貿易代表首次正式訪問首爾 這個月初 韓國工業部長文成旭 和美國商務部長吉拿雷蒙多 曾舉行會談 雙方決定在半導體領域 建立局長級對話渠道 並在下個月舉行首次會議 供應鏈彈性 一直是拜登政府 在與韓國與亞太地區打交道時 反覆強調的話題 在今年10月 意大利羅馬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上 拜登主持的全球供應鏈多邊會議 也是如此 拜登政府的目的 是減少供應鏈對中國的依賴 尤其是半導體等關鍵零件 訪問韓國結束後 戴琪在22日前往印度 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 這次是她自從今年3月上任以來 首次訪問印度 隨行的還有美國副貿易代表 薩拉·比安琪 在印度訪問期間 戴琪將會與印度商務部長 齊休什哥亞爾進行會晤 通過重新召開美印貿易政策論壇 兩國可能會討論與市場准入相關的問題 包括關稅問題 戴琪曾於2日 與哥亞爾舉行了一場虛擬會議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在第二天發表的聲明中表示 美印兩國同意全面研究 如何擴大雙邊貿易關係 確保美印貿易政策論壇 在未來取得成功 由75名美國國會議員組成的跨黨派小組 敦促戴琪在訪問印度期間 努力達成一項框架協議 迅速恢復印度在美國優惠貿易計劃下的利益 該計劃准許部分國家的入口產品 免關稅入境 但他們也補充說 只有在美印貿易政策論壇會議上取得進展 雙方才會就美國長期以來 要求更多准入印度市場的問題進行貿易談判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